我們現在在整個台灣年紀系統裡面其實只有兩層啦 一層叫做社會保險一層叫做勞工退休金或員工退休金的概念 社會保險是什麼呢 比如說軍公叫保險 勞工就叫勞工保險 那我剛才講嘛 那個像是約聘僱人員他不適用於公務人員的保險 所以他不能去投保公教保 他就只能投保勞保 那沒有工作的人呢 那可以投保什麼 就投保也叫做國民年金保險 所以在這一層裡面我們叫做社會保險 那他都採用確定給付的方式 就是比如說勞保就是你的投保年資乘以你的最高60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比如說我最高43009 我工作了30年 沒有 投保了30年 43009乘以30 然後再乘以一個叫薪資給付率 1.55% 那就是我每個月老了以後 我退休可以拿到的 老保老年年金 好 那軍公叫保的計算方式差不多類似 國保也差不多類似 只是國保他是用基本工資 然後1728年他有一些條動 這上面這層叫員工退休金 這一個這層的概念 本來概念是雇主負擔的 雇主負擔的 雇主負擔的 軍公叫他比較退府 為什麼 因為他的雇主就是政府 政府就負擔他這個東西 勞工上就是勞退 好 就是雇主負擔他勞工退休金 好 那所以 但這兩層基本上就是叫做職業年金 全部都是照你的職業別做區分 以及你在這個職業裡面 你的薪資所得來區分 勞保剛講嘛 6個月平 最高60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那也就是說 假使我今天散假人 我今天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勞工 我平均下來只有2萬塊錢 那就是用2萬塊錢 算一個勞保年金給我 我今天比較 比較算是高階一點的勞工 我4萬多塊錢 那我就用4萬多塊算一個勞保年金給我 那這樣就會差一半 拿到老年金就差一半 所以這整個叫職業年金 好 講回來 國道收費員約聘僱 他們是在哪邊 他們有勞保 但他們沒有勞退 他們也沒有退府 他們只有另外一個 額外 其實這邊還在畫一個叫做 離除金 對 離除金是在這一個位置上面 OK 那離除金呢 比退府 根本是雞腿比那個什麼 跟勞退比呢 也比勞退爛 舊子勞退比他們好太多了 即便跟勞退心智比 離除金也比勞退心智還差 所以整體來講 是這樣的一個 順便講一下那個 公斗的訴求就是要架設基礎年金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我剛才講 他就叫做職業年金的制度 那職業年金 他是依照職業別 所以職業別不同就會有 第一個 投保保費 繳費 繳的保費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給付方式也不一樣 他是1.5% 他是可能1.3% 但是如果你就退府呢 這種制度就比勞退好太多了 他給付就是超級高了 所以職業年金就出現職業別的差異 還有職業內裡面的 有錢勞工沒錢勞工的差異 所以這種年金系統 其實是高度沒有重分配效果的 那但是這樣設一個基礎年金之後 你就是用稅收易住進來 然後每一個人都拿一樣 所謂每一個拿一樣 就是不管你是軍人 公務人員 公教人員 或是勞工 或是你是失業的人 你只要老了65歲退休 你每個人都拿一樣錢 這基礎年金 那為什麼要來談這東西呢 是第一個我們要來談保障 因為你在既有的這個職業年金系統裡面 老的窮的失業的其實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先架設一個基礎年金 讓保障能夠完全起來 而到最後還是必須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談的財務危機存不存在 其實是存在的 但不叫破產 不叫入不敷出 那是兩個不同概念 入不敷出是流量概念 破產是存量概念 隨收隨複製 也就是確定現在的制度裡面 基本上都是確定幾複製 是流量概念 並不是存量概念 那所以 但他還是有財務問題 他的財務問題來自於說 少子化 高齡化 薪資停滯 那你要真的改變這個財務問題呢 如果你不來談職業 你不來談紀錄年金 你就只有幾個可能嘛 多講少齡年後退 講完就沒了 你就只有這些可能而已 如果危機制度精神的話 就是不能掃領 不能延後退 那就只能多繳 就提高保費 所以過去在2012 13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比較主張是要提高保費的 但問題提高保費還是遇到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哇靠 那年輕的人真的負擔非常非常重 為了要養老人 真的要負擔非常重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 這樣他也不用負擔那麼重 但也不用去降低 降低整體的給付 也有可能架設基礎年金 由稅收進來之後 然後基礎年金是第一個 每一個人都一樣 所以降低了職業別 薪資別的差異 然後呢 當基礎年金可以不斷的 因為稅收提高 不斷不斷上升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使得這邊下降 下降的意思是什麼 不平等就下降了 還有另外就是 財務的緊張狀況就下降了 財務緊張狀況下降的話 我年輕人就不用負擔那麼多保費了 那年輕人不用負擔保費 那但是問題是 我們還是要有一定的解付 那基礎年金從稅收來 然後益住基礎年金 稅從哪裡來 私房來 所以用一個這樣的系統 去來把整個保 年金系統把它做一個整體性的保障 對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 在基礎系統裡面 哪一個最爛 這個最爛 個人帳戶資 其他全部都是確定幾副資 那為什麼個人帳戶資 一定比確定幾副資爛 原因就是因為 它就只是你每個月提破 就強迫儲蓄而已啦 強迫儲蓄而已啦 但其他的人 他都是由我退休以後 為了一個固定的計算公司 計算一定有金額給你 那比勞退更爛了就是離除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喔 這是一個部門 一個僱傭部門兩個事件 你想想看 同樣都是好像被公務人員 公務部 被政府聘僱的 一個是公務人員要退府 一個是離除 離除 退府是優於勞退的 勞退又優於離除 所以約聘僱其實是最 真的最慘的一群人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不繳國民年金會怎麼樣 不繳國民年金也不會怎麼樣 你就被吹繳而已啊 然後你就少保啊 不繳不會怎麼樣啊 你就後來拿不到錢而已啊 你就拿不到國民年金那個錢 但基本上你如果是 你大概有固定就業 你沒有失業狀況的話 他也不會叫你繳國民年金啊 你就基本上就繳勞 對 其實我們今天在談那個 真正助理的時候 就是 大部分都會跟你講說 勞保嘛 當然很多老師或學校 把勞保當作 例如說是 學生平安保險的概念去看 可是事實上 不是那個概念 對 但是他們會這樣子去 做的一切說 你學生平安保險 為什麼要再做勞保 那但是他其實有一個東西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錯誤的類比 但這台更重要是 我們在講一個 到底 多早一點去保 這個勞健保的時候 或是這個勞退的時候 你之後會贏多少錢嗎 嗯 就上面那個勞退 基本上都沒有被討論 或是在校園裡面 是很少被 對 所以我今天就 看的就是 這個東西 就是他那個就變成 那個 那個少 在這裡 雖然是一個很爛 但是他 最後在退休的時候 那個部分是可以領到 對 再怎麼樣是可以領到 對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嗯 他們說 在勞退 在零 零務年改 對 對 那我記得 之前 瓜掌工人 就是那個 在談的時候 有談到說 因為救治 是由資方自己 準備 退休金 對 但是退休金沒有 對 所以2005年才會 對 但是他其實 並沒有比較好 他應該是兩個面向 然後對救治確實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講嘛 工作年資 要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延續 好 那我通常我真的要退休的話 呃 我必須要施行20年以後 但問題說台灣的企業 13年14年可能就會倒閉了 好 周期啦 平均下來 受命十三四年 那你怎麼可以在一家公司裡面 做二十幾年 退休 是不太困難 不太可能的 第一個你可能拿不到退休金的 但是 即便拿不到退休金 你到底說你都有資遣費 資遣費是什麼 資遣費就是 呃 一年一個基數 我先講完 這個稍微比較複雜 但是背景就是要知道 什麼叫一年一個基數 就是 你用勞退親自的概念來看 就是一除以十二 懂 一年一個基數嘛 我做二十年 我就可以拿到二十個月 的資遣費 所以等於說 如果以提播概念來看 按月提播的話 因為我做一年 然後給我一個月嘛 所以一個月就除以十二個月 所以十二分之一是0.83% 沒有8.3% 所以即便救治裡面之前 之前都比勞退 薪資要來的好 比例都比較高 這是這個 但是問題是 退休真的很難拿到 退休很難拿 沒辦法 然後 但是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資方都沒有提播 那個二到十五% 就勞退原來的 勞基法裡面 資方在勞退救治裡面 他必須要提播二到 勞工薪資二到十五% 到公司自己管理的一個 單一的帳戶裡面去 那為什麼 問題是 勞退不會去追氣這些東西啊 勞保許也不會去查 所以外資方都沒有提播 然後而且通常 那種台灣的那種收藏企業 或是比較餓子企業 他今天要倒閉就 屁股拍拍就跑了 什麼東西都拿不到 所以問題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時候人家才會講說 勞退 舊吃勞退根本叫 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他的問題是在於吃不到 看得到很好 但吃不到 問題在於吃不到 勞退心智呢 讓他一定可以吃得到 但問題是說讓他可以吃到變很少 所以照理說 合理的改善方式 讓他可以吃得到 而且可以保持他的 原來的給付的金額嘛 這才叫做改革嘛 不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一定要說 你要吃得到你就只能 叫做先求我再求好 因為你都沒有 你還求什麼好 那我就是這樣你一定有 但問題不應該這樣嘛 那或者說好再講一個 很多人比如說我今天如果在大型企業裡面 我就可能會可以拿得到勞退救治 這就沒有看不到吃 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 我通常可以拿得到 真的拿不到是我在中小企業裡面的狀況 或是說我是一個 我就喜歡雲遊四海到處工作 我這邊坐一坐 我那邊坐一坐 那我希望我的年資是可以累計的 這個所謂的工作年資可以累計 勞退心智就是個人帳戶嘛 隨著你走 過去不是 過去是在公司裡面的單一帳戶 那如果我有這種人的話 我就選擇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是那種人的話 我就選擇救治嘛 但問題就是說他現在不是喔 2005年之後 強迫全部都是新智喔 對啊 那如果說2005年之後 讓大家自己選擇 OK嘛 fine 但問題說他不是這樣 他是2005年工作 2005年開始工作的人 被聘僱的人全部一律使用新智 那時候轉新智的時候 救治的人 可以選 可以選 你的結晴之後再轉 再轉新智 這是被 通常被資方逼的 對 或是資方騙你說 他這樣比較好啦 像這樣子 對 所以很多人那時候結晴 可是現在還保留救治的人 應該就是覺得自己工作很穩定 對 沒錯 就是 穩定的人他就會選擇救治 對 那當然 也有另外 工會強的人會選擇救治啦 如果再怎麼樣 我會比薪資划算 因為我剛才講的嘛 那個我被資遣是8.3% 被資遣的提播率 這個東西大家聽得懂嗎 可能沒那麼聽得懂 舉例來講 舉數字啦 我每個月薪資4萬塊錢 那我被資遣了 我工作 我 好我就工作一年好了 我工作一年 然後我就被資遣了 我薪資4萬塊錢 那公司按資遣費的話 就是資遣費的話 他應該給我一個基數 也就是給我10萬塊錢 OK 所以我被資遣的時候拿了10萬 對不對 那 那過去呢 我是12個4萬嘛 對不對 那你就想想說 假使我把這個4萬 把我資遣費的這個4萬塊 放回到這12個月裡面 資方按月提播的話 那是多少錢 也就是4除以12嘛 對不對 對 然後4萬除以12 再除以4萬 再除以4萬 因為這個是每月提播嘛 0.083 對 我剛剛講的 這不是每月提播的意思嗎 因為資方提播給我 到最後我退休的時候 不是退休 之前的時候他給我4萬塊 那他就把它回播到 我就 瑕疵這個4萬塊 每個月提播的話 每個月提播3000多塊錢 那其實就佔4萬塊的8.3% 那其實就是1除以12啦 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東西 所以 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工會牆的人意思是說 我才怎麼樣 我真的要資險費 那我幹嘛去接受勞退薪資 對不對 我才怎麼樣 我就比勞退救 我的勞退救治 資險費也比勞退薪資好啊 那我當然工會牆 我一定邀得到資險費的話 那我不怕 我不怕嘛 所以我就選擇勞退救治 而且我 重點是我勞退救治 到最後我退休了之後 我的計算方式絕對比 我的 我拿到錢 絕對比勞退薪資好很多 對 這就是這樣子 可以選擇一直用救治嗎 可以 就是只有在那個 選一次啊 2005年之後選一次嘛 但是我們都沒得選了啦 好 我們2005年之後開始工作的人 都沒得選了 就是薪資 薪資老公這樣 就是按月提波6% 對 那所以 當時他們講 沒錯啊 看不到吃不到 但是問題說 那你就解決我吃不到的問題嗎 那你怎麼會連我看到的餅都把它砍掉